內地最低工資年年加,而且請人又難 港商面對的經營壓力近年有增無減 有港資製衣廠就計劃回流 香港工業總會認為,回流港商再不可以靠密集勞動力生產 而政府亦都應該提供協助 80年代,在香港製衣業黃金期,之後工廠北移,逐漸適味 時代輪流轉,人民幣升值 內地最低工資隨便加,請人又難,令到經營很不容易 搬到內地發展的港商,部分計劃又搬回來香港 是判如開製衣廠的簡女士,將擴大在香港荃灣的廠房 部分複雜的工序會回來香港做 小的數量,通常客要求會較高 可能是設計師的款式 它會給得到價錢,國內的工人很難去讓他們明白 但香港人不相同 因為接觸到的層面不同,變成他們做的時候 他們的明白性、理解性會快 70年代入行做車衣女工的年者 因為工廠北移,要轉為民職 有時才會幫下手車衣 他希望可以做回老本行 設廠當然好,起碼很多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 可以入行 有工廠的負責人說,在香港設廠 雖然成本比較高,不過也有很多好處 例如知識產權方面有較好的保障 另外也認為香港的工友,無論是工作態度 還是責任感,表現也比較理想 願意自我增值去提升競爭力 香港工業總會說,港商回流就要改變 以往勞動密集的經營模式 而政府也要協助 例如有沒有一些新的工業村 吸引到這些廠房回來之後 有一個地方讓他們作為一個核心 裝備最後生產的工序地點 例如在稅務優惠,鼓勵產品開發、研發等 工業貿易署回應說 已經有不同的措施支援 例如是中小企發展基金 和信貸保證計劃等等 去年6月也推出10億元的專項基金 協助企業發展品牌和升級轉型 拓展內銷市場 無線電視記者鄭思亭報導 敬優惠 記者鄭思亭